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又跟大家講娛樂新聞 MIRROR的Anson Lo 和呂雀安主演的港版大叔的愛 已經大了結局 但很多網民依然不停洗版討論這套劇 都可以見到是相當之受歡迎 兩個人不單止因為劇集 會在日本的電視頻道播放 所以就衝出了香港 早前更加衝出了亞洲 我說衝出不停漏口 不要緊隨便 在上星期三獲得美國媒體娛樂版刊登 報導介紹港版大叔的愛 就說是香港電視史上首部的同性戀題材劇集 我真的不知道 是嗎? 讓我想一下以前有沒有講過關於同性戀的東西呢? 香港電視 印象中好像是沒有的 不過我覺得有一件事都可以稱讚的 就是他真的有買版權 日本的大叔的愛也有一套 他真的買了版權 就不是好像以前無線那樣 說你明明劇情很相似 設定很相似 但老闆也不買版權 這裏改些 那裏改些 就當不是抄 你老媽 這套大叔的愛 就是掀起這個嘻嘻的熱潮 很多人都是去理解 或者去了解多了關於BL的東西 除了介紹主角王德斌 是香港的資深演員之外 亦都有介紹Anson Lo和呂雀安 就說他們是這個12人藍團MIRROR的成員 現在都有人認識了 其實王德斌 我以前小時候 對他的印象 是一個很嚴肅 很酷 很大隻的人 我記得以前他有一部電影 在TVB那裏做的 是講打拳的 是跟鄭家榮和浩賢那套 他是很酷的 翹上對手 但想不到他是有喜感的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王德斌 厲害 你說MIRROR的成員來說 其實我自己就 可能大家都是男仔 我沒有特別留意這件事 但是王德斌呢 我是真的很意外 很驚喜 嘩他這麼好笑的 原來很多人會震撼 所以我是喜歡看王德斌 是因為反差很大 你想想我從小到大看王德斌 他是一個很硬漢 整件事很酷的一個人 但原來他有這一面 在大叔的愛 所以都是值得我去留意這件事 更加在報道裏面提到 美國的報道 就說Anson Lo生日 獲得那些粉絲 就是扔了百萬的港元出來 就是登這個慶祝廣告 作為這個生日大禮的城市 厲害 其實真的 以前好像沒什麼這些東西 你說再早期一些 以前我都見有人說張國榮 說黎明那些 我就不太清楚 因為那時候我都可能還小 甚至乎有些是我未出生的 OK 但是你說如果說我 都有可能十歲八歲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是不是很多國 林峰有一段時間 他真的有些粉絲支持他 又幫他搞很多的慶祝會 但是都是他們圍內搞 對 林峰會抱頭 林峰那時候還被說真是很紅的時候 他還會採一下他的粉絲 後來林峰就越來越紅 越來越多人認識 又去了大陸發展之後 就開始是沒有什麼 怎麼理這些粉絲 少了你 或者叫做OK 所以就情況有點不同 但是林峰那時候 紅呢 都是他們自己圍內去可能慶祝 那些東西 但是就沒有說去到一個 這樣那麼誇張 是拿那麼多錢出來去登廣告 是沒有的 所以我印象好像是沒有這件事情 反而現在是搞得起 另外 呂雀安都是在社交網上 是分享自己劇集拍攝的花絲 也是曬自己是多角度的睡覺想 都好搞笑 那我都再講一下多些 其實這個東西真的有買版權 這一點值得欣賞 我都覺得是很少可會這樣做 我都是表示是支持 還有我想說多一點 其實BL東西我真的少看了 但是反而有一套作品 叫做《名校風暴》 在Netflix那裡有照片 它除了有一些普通異性戀之外 它也是有很多同性戀的劇情 譬如說一下 有兩個男生 我記得有一個是穆斯林 在設定裏面 跟另一個男生之間的一些感情 那裡是好看的 雖然我自己不是喜歡看BL東西 但是它《名校風暴》這一段BL劇情 我是覺得精彩的 如果有網友有興趣 我可以去看看這個《名校風暴》 它現在出了好像三季 我看了頭兩季 第三季我還未開 然後它好像有些小品 不知道十多二十分鐘 它有些角色與角色之間 另外有出一些special出來的 我覺得Netflix都是有心幾個人的 如果我沒有記載 好像都是西班牙的 挺好看的 那些愛情故事OK的 不過它有兇殺案的 但是它裡面有些善忌好看 譬如說穆斯林 說BL東西 甚至乎有些說 好像是子弟亂倫 對 很瘋癲 但是它的劇情是好看的 是吸引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但是你說 如果我自己最先接觸這些 BL 同性戀的東西 就不是說 《名校風暴》 就再早一點 好多年前 我已經不記得幾多年前了 好像還在讀小學 那時候 不過我又不是BL 那時候看 是GL 即是女仔和女仔 那時候我看一部作品 叫做《草莓狂熱》 我記得我沒有看完 我那時候是不知道它是GL作品 因為以前呢 我是不會說在那裏 看那些科林 簡介那些 是現在大廈大廈 不知做什麼 喜歡看簡介 即是看動漫 以前我是不看的 那時候看草莓狂熱 我就見到封面 咦 那些女兒好像畫得幾美 那樣 我衰色色 我去看女兒進去 那樣 結果一開 原來它不是一般作品 那樣普通的 它原來是GL的作品 那時候對於我一個小學生 這件事對我都蠻震撼的 那我就了解到 原來有這一樣東西 那樣存在 那但是我是沒有看完 這一個作品的 那我都想一想 可以開回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這麼輕的 這些 那都可以是研究一下 那今集講到這裏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是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